昨天礼拜天就全然没有声音了 但是感谢上帝 一个晚上之后 今天早上情况好一点 我们讲到教会论的第三部分 就是神的话和圣礼 我们说神的话是最重要的恩句 我们说恩句是什么 恩句其实就是救恩的工具 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恩句 你就知道如何得救 可是一些的中派以为胜礼是更重要 但是我们认为 只要有神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得救 但是如果只有圣礼的话 你圣礼 但是你没有神的话 你看人家洗礼 你说我要洗礼 但是你没有神的话 你只是接受这个圣礼的外表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认为 圣礼不是恩句 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圣经中 所记载神的话 我们说圣经 圣经就是神的话 所以当然有人反驳了 圣经也有人的话 圣经里面也记载着魔鬼的话 圣经里面也记载着魔鬼的话 所传讲的道 所以单单有神的话 不足以使人产生信心跟悔改 我们说它是恩句 但是这个恩句 它是这个恩句 不过这个恩句还需要 这个圣灵的运行 才会产生效果 所以传讲神的话 圣灵帮助 听神的话 圣灵要帮助 然后接受神的话 把神的话行出来 圣灵要帮助 所以神话语的传讲 还要借着圣灵的运行 才会产生效果 好了 那么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恩句 它的内容就包括两部分 在旧约是律法 在新约是福音 这两个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见 律法首先使人知罪 所以同时律法也称为人的导师 启蒙的师父 启蒙的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启蒙教育 就是好像五岁六岁的 受的教育 就叫做启蒙教育 所以律法是启蒙的导师 让我们吃醉了 令人到基督面前 也就是接受福音 所以福音是什么 在基督耶稣里 所启示的救恩 所以福音是 借着主耶稣基督 启示的这个救恩 解释的时候就是说 耶稣来定十字架 为我们死 然而为我们埋葬复活 生天再来 所以这个救恩的中心 就是耶稣基督 他神道成肉身 定十字架 无罪代替有罪 然后埋葬 然后复活 生天再来 这就是 在基督耶稣里 所启示的救恩 他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话语的恩惠 就是律法跟福音 然后圣礼呢 圣神的话 本身是完全的恩惧 我们能够从神的话里面 得到那个救恩 怎么样得救 如何得救 得救是什么 神的话能够 把这些东西 完完全全地告诉我们 可是圣礼 若没有神的话 是不完全的 圣礼若单单是圣礼 单单是洗礼 没有神的话来告诉你 什么是圣礼 怎么样守圣礼 那么圣礼就是不完全的 所以我们持守这一点 用以波刺 有人说圣礼是进入救恩的 必须途径 有些人说 不需要神的话 你只要有洗礼 有圣餐 你就可以得救了 甚至圣餐也不必 你只要有洗礼 你就可以得救了 你根本完全可以 不了解神的话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下面我会讲 我们会讲 我们接受圣礼 接受洗礼 不是单单接受那个外表 接受水的洗礼 这个外表的洗礼 还要跟祂的属灵的意义 一起配合 才能够产生功用 这里讲到神的话 跟圣礼有哪一些分别呢 神的话是绝对需要的 圣礼不是绝对需要 十字架的强套 他对主耶稣说 你得 你得 我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结果神的话怎么样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了 祂没有受我圣礼 但是祂能够到 还是不能够到乐园 祂一定到乐园 因为神的话对祂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跟我同在乐园了 这里让我们看 神的话是绝对需要的 一定要的 可是圣礼不是绝对需要 不是绝对需要 并不等于说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圣礼 不是 很多人常常用 十字架强盗做例子 他都没有 所以对我来说 常常我们这么说 其实 这是 不应该这么说的 因为呢 只有十字架强盗 只有那个快要病死的人 你都还没有病死 你又不是十字架强盗 你就不要习礼 其实 你是不是在告诉人家 在你的心灵深处 你还是 拒绝救恩的 所以那些 一直不肯受洗的 这里告诉他 就说他要当心 因为可能 你连你自己 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都不知道 可能你是 你在心灵深处 你还是拒绝救恩 我们在看神的话 是叫人产生信心 也会坚固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常常说 要读神的话 可是圣礼呢 它是可以坚固人的信心 所以我们看见 一个基督徒 他受洗 他成了基督徒之后 我们看见 他有信心来接受洗礼 第一他信心得坚固了 之后他常常 来参加圣禅之礼 神的话叫他产生信心 圣礼 也可以就叫他坚固信心 所以当他 有时候 面临某种情况 他会怀疑 我自己得救吗 他可以这样的看 神的话叫他产生信心 他已经受洗了 而且他常常参加圣禅 我们可以因为这样 知道他的信心得以坚固 这也成为他得救的一个确据 他是得救的人 好了 圣的话是给全世界的 这个我们明白 信跟不信的 但是圣礼只有给信徒 和他们的儿女 好了 圣礼的几个部分 应该加以著名 外在可见的表证 外面可以见到的 洗礼中的水 是可以看得到的 上餐中的饼和酒 是可以看得到的 当接受外在的部分 接受水的洗礼 单接受圣餐中的饼和酒 不是完全的领受 单单 那要怎么样才算是 完全的领受 我已经接受水的洗礼了 我每次参加圣餐 我都有吃饼 我都有喝杯 可是这里所领受的 却不是最重要的 到底要怎么样才算重要 这就是来到这里 每一个表证 都要象征一些事物 这才是圣礼的 真正的意义 比方说 你接受水的洗礼 这是表证 但是你要有信心 你有信心 知道你得到 主耶稣基督 罪的赦免 你得到耶稣基督 赦免了你的罪 这个就是 表证水 接受水 还有明白 完全明白 你接受信心 你的罪得到赦免 你再不怀疑 十字架 到底 十字架 耶稣的宝血 到底能不能够赦免 能够不能够 洗清你的罪 所以这个就叫做 表证 跟所象征的是 联合 表证是水 象征就是 罪得赦免 象征就是你有信心 所以表证跟象征联合 这才是胜利的意义 表证是饼和酒 但是象征呢 象征你信心跟悔改 并且在基督的死 跟复活上 以祂联合 我们在这里讲到 可能你跟你听到的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 而你可能听到的是 洗礼呢 就是代表 我们跟耶稣 一同的死 一同的埋葬 一同复活 而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 洗礼是得洁净 罪得赦免 你就发现可能不一样 那你就问 那我们的象征跟基督的联合 用象征基督的联合 在哪里呢 其实在圣餐的礼上 圣餐里我们吃饼和杯 这就是在基督的死 和复活上跟祂联合了 你记得耶稣曾经在 这一个约翰福音六章 五十三到五十六节 讲过这个话 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和我血的人 我在他里面 他在我里面 末日 我要使他复活 我在他里面 他在我里面 这就是一个联合 当联合的时候 主死了 我们跟他死 主埋葬了 我们跟他埋葬了 主复活了 我们跟他复活 所以圣餐的这个象征 表证是 饼跟杯 表证是那个动作 吃饼和杯那个动作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动作 没什么意义 这还是个表证 象征呢 象征就是 跟耶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所以真正的 真正的守圣礼 就是 表证第三 表证跟他所象征的事物 要联合的 所以以前 如果你守圣礼 你是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真理 盼望下一次 你在守圣餐的时候 你能够明白 吃喝的动作 我为什么没有说洗礼呢 因为我想 多数人已经洗礼了 如果你还没有洗礼的话 下一次洗礼 你就要想到 你接受水的洗礼 或者是全身进入 或者是用洒水 这表示 你得作洁净 你因为信心 接受耶稣 什么 你的罪得到赦免 你很有把握 你的罪得到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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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罪得赦免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呢 好像你没有犯过罪一样 恩典太大了 我们是罪人 接受洗礼 用信心来接受 表彰是水 是水 是水 是水的动作 象征是 罪得赦免 而且是赦免的 完完全全 像我们没有犯过罪一样 这个就是 表彰跟他所象征的 事物联合 这是胜利的本质 只要凭信心 领受圣礼 凭信心领受 洗礼或圣餐 这样的圣礼 就具有意义 我们知道神的恩典 也会随之而来 所以下回 领洗或者领圣餐的时候 知道它有表征跟象征 洗礼的表征是水 象征是罪得赦免 洗净了我们罪得赦免 那么圣餐的表征是 饼跟酒 还有吃喝的动作 象征就是我们跟基督 同死 同埋葬 同富活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 来领受 平信心 领受圣礼 也了解圣礼的真正意义 那么最争论的问题就是 这个洗礼到底是 应该水多全身进入 还是水少用傻的 我们尊重教会 所以我们因为在圣经 没有地确没有让我们看到 到底洗礼是哪一个形式的 可是我们既然看到圣经里面 没有一个洗礼可以让我们肯定 它是这个洒水 或者它是整个全身进入 怎么样讲都没有办法 怎么样理解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从几方面 第一方面的就业 在德行洁净的时候 就是用动物的血 弹在那些圣殿的器皿 来洁净那些器皿 第二先知以西节说 我用清水撒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I sprinkle water on you and you shall be cleansed 然后第三 我从传统来看 从传统一直到宗教改革 都没有洗礼的争端 十五世纪 十六世纪的 一五一七年 宗教改革家 也不在这件事情上 在其他方面有争端 可在洗礼的事情上 洗礼的样式上 似乎没有争端 那是在脚后的时间 才有洗礼的争端 所以从传统来看 教会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洒水的 那么再加上 我教会是长老会 长老会有好多长老会 我讲到长老会呢 主要是讲他的这一个神学观点 通常是指神论 救赎论 教会论 包括圣理的观点 所以 他是洒水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洒水呢 就从传统来看 从旧约来看 似乎 这是教会 一直都是这样的 一个洗礼的形式 所以如果你参加我的教会 或者你请我洗礼的话 我是一定用洒水礼 或者称为地水礼 洒水或者地水啦 好了 但是如果 这个教会是敬礼的 敬礼的 可以跟敬礼 那我就尊重他教会的 这个做法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看 圣理的数目 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九月时期 只有两个圣理 就是歌礼和一月节的礼 这两个礼都要留血 新月的时期 教会也有两个圣理 就是洗礼和圣餐 可是这洗礼和圣餐 今天都不必留血 洗礼是用水 圣餐是用酒和饼 两者都不用留血 但是有一些说 圣餐中的酒 会变成真正的血 但是我们不认为是这样 等一下我们会再讲 为什么不必留血呢 为什么不必留血呢 因为在基督献上 他完全地寄以后 基督已经流血了 我们就不再需要留血了 可是有一些教会 把树目增加到七个 坚信礼 参为礼 圣旨礼 婚礼 临终莫有礼 但再说一次 基督教的圣礼 就是只有两个圣礼 好 去洗礼跟圣餐 你问 你问 那婚礼呢 葬礼呢 有时候有些校会 有案例牧师 案例长老的礼 那些是礼 但不是圣礼 再说一次 圣礼只有两个 好了 基督教的洗礼 基督在复活之后 设立了圣礼 他吩咐门徒 奉父子圣礼的名 给那些做门徒的施洗 这个施洗跟 善意神 产生一个特别的关系 所以奉父子圣灵的名 就跟圣父圣子圣灵 产生了一种 特别的联系 特别的关系 生命的关系 圣经中 清楚地指出 洗礼所象征的 基本意义 乃是洁净 这个意义可以 借着洒水礼 浇水 或浸礼来表示 但是 这个 敬礼会的人士 认为 在新约圣经中 只提过敬礼 但这个讲法 不能够得到 充分的证实 耶稣所用 施洗一个字 不一定是 只做施浸 也可以 只做洗净 如果 洗 施浸 跟 洗 敬 我们觉得 洗礼 是洗净的意义 更加的 深刻 因为一个罪人 进入教会 他得到救恩 他其实就得到 洁净 所以在新约中 记载的洗礼呢 没有一次 我们可以肯定是 敬礼 那为什么会 成为敬礼呢 我在想 很可能 是这个原因 因为罗马书六章 有提到 一些话 我们不妨看一下 我们看六章的 三道世界 岂不知 我们受洗 归入基督 耶稣的人 是受洗 归入 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 借着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 埋葬 原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 复活一样 所以这里说 我们受洗 归入基督 耶稣的人 是受洗 归入他的死 所以这对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然后 原因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也许因为这句话 使得什么呢 使得他们 就用全身 进入 来表示 跟耶稣 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因为他们特别提到 整个进入 是跟耶稣 同死 同埋葬 起来 就是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复活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 也不一定要用 很多的水 而全身进入 因为怎么样 即使耶稣死的时候 整个身体 也没有被埋葬 因为当耶稣死 他的身体 没有被埋葬 没有 他们是放在山洞里面 所以 埋葬的话 就是想到 埋葬的时候 是整个 用泥土埋葬 那么我们用水 把它整个 进入水里面 就好像一个埋葬 如果有空隙的话 那就不算是埋葬了 但是实际上 耶稣的埋葬 是有空隙的 所以 这是我们的 看法 刚才我们说 这可能是 一个主观的意见 好了 我们说 如果我们也接受 洗礼 是跟耶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但也不一定要 全部的水 要很多的水 也不一定要 整身进入的 因为即使象征 即使表征跟象征 所以 但是如果一定要 说很多的水 进入 才算是同死的话 同埋葬的话 那耶稣变成 没有埋葬了 对不对 耶稣的 整个埋葬 是有空间的 那埋葬 如果有空间的话 多水 少水 就没有关系了 好 当然 这是 从这边 再验生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 受洗的 适当人士 习礼可以向两种人 施行 就成人和因爱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这是指 长老中的观点 所以 长老的观点 我刚才说 因为我是 我的教会是长老 我的教会是长老中 他们 习礼是为信徒 和他们的儿女 预备的 耶稣设立习礼师 使出要先有 信心的宣认 因此教会应该要 记住 接受习礼的人 承认 宣认 信心 所以 我们都要问他 你信不信 所以 这个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表证 信心 这就是 信心 信心 这就是 象征 然后 我们说 因而 习礼 而信心 为人士 否认 婴儿受洗的 权利 因为 新约 圣经 没有记载 为婴儿 施洗的 命令 婴儿也没有 信心 可是 但 上述的理由 并不能证实 婴儿洗礼 是不合圣经的 因为 圣经里面 有全家 冥洗 你不能假设说 这全家 每一个家庭 都没有孩子 可能一些家庭 没有孩子 但一些家庭 是有孩子的 圣经没有 一次说到 除孩子以外 全家 除孩子以外 都洗礼了 没有一处 这样的说 所以我们假设 全家 是包括孩子 好了 我觉得 像两种人 施行 其实是第三种 应该是像 三种人 施行 怎么有第三种人 肯定得救的人 肯定得救的人 第三种人 是肯定得救的人 一种人 是成人洗礼 一种是婴儿洗礼 第三种 肯定得救的人 这样你就会问 这些成人跟婴儿 有可能是不肯定的 这一点是我们这个课程 特别提出来的 好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来了 不管他的年龄 但他肯定他得救 他可能八十岁 他也可能八岁 但我们肯定他得救 他要求洗礼 你跟他洗 还是不跟他洗 你肯定他得救 你怎么肯定的 我们不要以为 八岁的孩子 我们不要以为 六岁的孩子 不懂得救恩 不是的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 他障碍症 当然了 一个孩子障碍症 当然家庭很伤心 但是 今天的父母亲 就跟他谈 就跟他预备 他的心 来接受 那天上的家 然后这个孩子 很清楚 他知道 他 要离开父母了 他可能不知道 死是什么 但是他知道 要离开父母了 要很久很久 以后才会再看到父母 父母问他 你要到哪里去 他说我要到 天上的家 你能够肯定说 这个孩子不得救吗 我们说这个孩子得救 好了他要求洗礼 他是孩子 你替他洗不洗 他得救的人 为什么我们不替他洗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 一些同工的立场 不知道是不是 其他教会的立场 因为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 真的会发现这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这个孩子 他肯定得救了 他也可能是一岁多 你说硬核不能够 施洗 因为他不能够宣认救恩 可是我们很肯定 他会得救 那你替他施洗不施洗 所以有时候教会就是这样 耶稣说 蒙虫吐出来 骆驼吞进去 所以就是这样子 常常教会因为受到神学的观念 或者是法规 锁这个限制 这个是我们神学的课程 我们再修改一下 我们会多一个西 为肯定得救的人 不论他是小孩 不论他是大人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道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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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